影后邓丽星4月17日晚 现身香港铜锣湾某餐厅和新片奇迪组的一众演员举行杀青晚宴 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日前刚刚结束 赛前邓丽星被誉为影后大热 不过当晚她最终输给了老戏骨毛顺君 其实没能拿到最佳女主角 邓丽星会不会都感觉有点失落呢 其实说实话真的没有失望 因为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 所以我参与的心情是真的是很平常 就是我觉得参与那个盛典不一定是只是讲那个成败 我觉得整个预备的过程还有就是这几个月来 很多人的给我的鼓励还有对我的信心 我觉得已经很满足 这个是真的 然后结果出来以后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我已经是他们的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 我觉得这种的 就是对我的鼓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比起真正拿奖还重要一点 所以也好啊 这样现在有一个动力 让我未来更加的努力去向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对 另外邓丽星还透露当晚颁奖里上宣布结果的那一刻 自己真的没想象中紧张 以前曾想过当画面拍着五个人的时候 心跳会不会加速 不过这次算是心态调节的蛮好 不管怎样 今年的金像奖已经过去 邓丽星还这么年轻 以后男影后的机会肯定会更多 今年就当是一个好好的经验 然后努力再出发吧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现在虽然说我入行已经有十几年 但是对我来说 我在演戏的道路上面 我还是一个很新的新人 所以还有很长的路啊 所以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很好的开始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